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appy Monday! 歡迎大家收看路餡新聞 我是你的主持人餵食妹Lexie 為什麼今天不是在Studio 而是在街上拍攝呢 就是因為我要帶大家吃好西 這裡就是觀塘的海濱公園 原來海濱公園旁邊有一間很漂亮的餐廳 這間餐廳為什麼要介紹給大家看呢 就是因為這間餐廳除了地點非常漂亮 看著海來吃之外 他的老闆也是很特別的 不如我現在進去吃好東西 然後訪問一下老闆 宋先生 我知道你本身是做IT的 但是為什麼開設IT 又會搞餐廳這麼有趣呢 其實是挺有趣的 很多人這麼問我 因為我以前其實也做過很多行業 又做過影響 又做過銀行 又做過資訊保安 最後還要做私人資源公署 其實這些工作我想也是很有意義 或者是對社會有丁堆的貢獻 絕對有貢獻 但是始終那個為對方 或者為市民帶來的樂趣 那個優點 其實未必這麼明顯 反而你飲食這件事 是很即時可以感受得到 即時會表達出來 一吃下去立即看到他笑 是的 一吃下去一喝下去 一喝下去就立即 這樣 所以那個樂趣感 我們作為服務供應者 都會開心的 是 這間餐廳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環境又很漂亮 又看到在海邊 其實宋餐廳對於這間餐廳 背後有甚麼理念 是想帶出來的 我們這間餐廳的理念 就是希望提供一個 其實比較普羅大眾 能夠支持的一個價錢 來到 但是又可以享受到一個 比較輕鬆 就是優美的環境 嗯 而在食物 飲料 這些方面 有個比較好的水平 嗯 即性價比非常高的地方 是的 我走到這間餐廳 就發覺了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美酒 據我所知 要知道一間西餐廳 它的級別 很多時候除了留意食物之外 有一件事最能夠看到 就是它的美酒有多美 我們面前就放了三支 可否算是鎮店之寶 其中 其實不是的 不是的 其實不是鎮店之寶 鎮店之寶 不拿出來 我現在看到了 但是下次才有機會給大家看 那這三支 我看到身邊有一支 這一支應該怎樣讀呢 Hui Hui 這一支有甚麼特別 可否介紹一下 譬如這一支酒為例 是的 那酒莊叫Domain-Jean-Satang 其實它是一個 我朋友本身的家族的酒莊 其實它是第五代 現在 它每年的產量 其實只有七萬支 嗯 以一個 Burrent Dior 在保根地的酒區的酒莊 其實是一個 算是小的酒莊 嗯 但是他們都很肯用一些 很高的成本去做一些 這些是叫做 它叫做村酒 他們都會用到一些 相對地新的木桶去發酵 嗯 然後再去這個存放 是 然後存放到一年半之後 他們才會再發放出市場 一支村酒 它都肯用到這個 桶去發酵 這個堅持 我覺得是 很值得我們支持的 所以我特意 都直接跟酒莊那邊 去入 它這支酒回來 我們做餐廳做一個 一個主打的 一支白酒 我看到宋先生 你叫是閃 師傅 都是跟酒莊的主人一樣 就是跟這間餐廳的理念一樣 都是很有要求 是 有一點 嗯 我看到還有兩支酒 可不可以簡單地告訴我們 這兩支酒是甚麼酒 以及他們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中間這個木桶 這支是叫射尼酒 射尼酒 射尼酒 射尼 是 其實是一個西班牙南部 一個很出名的區 其實那個區就叫Sherry 是 那它那裏生產的一些 我們叫做 Fordified wine 嗯 其實它的過程就是 用紅酒 嗯 接著再去釀製完紅酒之後 就將 去到一個最後的階段裏面 就會加一些 高濃度的酒 即是一些 例如一些 Liqure 或者所謂一些叫做 或者是Blandi 西班牙的Blandi 去將那個發酵的過程 停止了 嗯 然後加入了那個尾 而它這個是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們有一個 我們叫做 Olorosua System 其實就是它放一些桶 它很多層的木桶 它每年出的新酒 它在最便宜的那層倒下去 嗯 落到下面 最桶 你出酒的時候 就在最低的桶裏面拔出來 那其實這瓶酒呢 是過百年的 嗯 這瓶在它整個過程是過百年的 是 那變了它其實 當然它不是整支都是百年 是 但它因為它在一個這樣的製造過程裏面 其實它整個 你每一瓶裏面都有一個 幾大的份數 是一百年的成分在裏面 那其實 變了那瓶酒出來是 很 很金香 又不會太甜 那個味道是可以 由香味或者喝下去 品嘗的味道 是可以維持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哇 有東西吃了 是不是可以試一下 是的 好 嘗試誰才好 我們這樣 由這邊開始試過去 好 這個 咦 這個樣子有點像炸豆腐 但是應該是芝士來的 不是嗎 是的 鬼佬炸豆腐 哦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它本身是一個 煎過的bree cheese 嗯 特意令到它香厚一點 嗯 配上過沒有花過 那就令到你的口感和味覺 沒有那麼膩 很棒 因為它的表面是有少少煎到有少少香焦焦焦焦 再吃進去是很鹹香 非常香的芝士味 嗯 我現在就嘗試用白香果 配合芝士 是這樣吃的 一次過嘗試 到底會不會有配出另一種味 嗯 白香果很甜 芝士又鹹鹹香香 其實它們是很平衡的味道 大家都保持到大家的味道的特性 是 那接著是否 接著就是我們一個煎生煎的不開道帶子 是 不開道帶子 配一個橙酒的Gran Mania的汁 嗯 它中間是未熟透過的 是特意不熟透過的 通常其實我們煎帶子 我們煎兩邊 其實它慢慢會熟透到中間 是 是 因為我們用一些刺身級的帶子 是 其實基本上帶子 你可以生吃的 是 但是我們就煎到它剛剛熟透到中間 煎了一點 其實那個口感 咬口會再好一點 照口 是 因為它外面就是香香 即是很香 有一點點凍凍的 但是吃到進去 又保持帶子的原本 新鮮鮮味 滑正 好 接著應該試哪樣呢 接著就到我們的鮮鵝肝 是 這個是比較傳統的做法 我們生煎鵝肝 配上一個 意大利的一個醋汁 這個 Bosamic vinegar的醬汁 嘗嘗 嗯 很甜 對 好 整個過程 我覺得是一個很完美的過程 最後非常鮮甜 這個是開始而已 我們還有一個主菜 很棒 這個主菜應該是 這個主菜就是一個西班牙黑毛豬的豬扒 不客氣了 隨便隨便 好 試試一下 這個西班牙的豬扒 有什麼特色之處呢 一般來說 我們 西班牙黑毛豬 它本身的肉質 是特別 脆 口感有脆的感覺 是 還有肉味 是比一般的豬都會濃 是濃很多 那豬味 或者肉味 是很濃 甜 因為西班牙黑毛豬 其實它 當然有不同的級數 但是它們最喜歡吃的 就是那些 蟲果 就是那些叫蟲果 這樣的果實 而那些果實 其實是令到它有一個 肉質有一個很甜的感覺 是的 真的 剛才說的東西 我真的吃到 首先就是很彈牙 彈牙的豬扒 真的很少吃到 第二 就是它真的有一種甜味 一般 我們在香港吃開的 雖然不應該這樣比較 但是我這樣說 茶餐廳的豬肉是 硬硬的 只是有一種鹹味 是絕對不會有甜的味道 但是這個黑毛豬 是真的有甜味 就是因為吃了生果 那些豬肉 是 吃了一些果實 好可愛 還有配一個 紫薯蓉 是 平時一般餐廳會 配普通薯蓉 紫薯蓉 原氧度高些 抗氧化 嗯 然後味道 口感又會甜甜 吃起來就會豐富些 我原本以為 因為一般紫薯的食物 很多時候都是 吃到健康的感覺 但是 就 不是真的那麼美味 但這個 我發覺它應該加了很多牛油 所以它很香 有一點點奶味 嗯 好吃 咦 然後我看到還有一個咖啡 沒錯 好漂亮 這個咖啡 是紅仔 我試試 這個咖啡 除了外表很漂亮 還有什麼特別之處 其實因為我們對於飲品 我們有一定的要求 我們咖啡機 和咖啡豆的選擇 都是比較高 要求比較高 我們也做回 除了美的外表 咖啡的品質 味道 熱度 各樣的要求比較高 是 所以美的外表 我們希望大家喝得再開心 好開心 就是未喝已經開心 喝完 感覺到味道 就更開心 是 它真的很香濃 而且我想 女生 進入一間美的餐廳 再加上美美的飲品 一定非常開心 我等一會 自拍一下 吃完真的很飽 忍不住 有茶喝 很棒 真的有 Hello Hello 有四杯茶 讓我馬上試給大家看看 這四杯茶 第一杯就是玫瑰清茶 這個玫瑰清茶的清茶 原來是很特別的 它的清茶就是台中的一個海邊茶場 採回來的清茶 它的清茶比一般的綠茶的味道濃很多 這個玫瑰清茶 試一試 哇 玫瑰味非常之非常之香 很舒服的感覺 我想女生應該會很喜歡這一杯 正 很棒 接著 清茶一定要試的就是這個奶蓋清茶 奶蓋清茶 什麼奶蓋綠茶 奶蓋什麼茶 香港人最喜歡喝 我試試 哇 它的奶 真的奶味很香濃 而且奶蓋很濃 所以一定要拌了才喝 而且有少許鹽的味道 我剛才問了一位台灣 即是講國語的店員 他告訴我 這個奶蓋真的不簡單 他除了用了鮮牛奶 還用了他們自己打的Rip Cream 所以它的味道是很新鮮的 好 再來 這杯是什麼 就是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有什麼好介紹呢 他們的珍珠奶茶 除了用他們自己的Signature 清茶之外 他們的珍珠還可以自己選擇大小 就是你喜歡喝大粒又可以 喜歡小粒又可以 喜歡小粒又可以 那我自己也喜歡小粒 試一試 小粒很棒 我自己一定喜歡小粒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最喜歡喝珍珠奶茶 但是呢 我叫了半糖 大家如果怕甜 就記住叫少點糖 接著這一杯就叫做百果酷冰落 什麼來的呢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是什麼來的 我先試一下 這個真的是開胃醒神 因為它是用了鮮白香果 打出來的果醬 打出來的一杯 類似Smoothie的東西 它的味道是非常新鮮 還有一點點酸味 所以如果大家經過想醒醒神 這一杯一定是很棒的 這個品牌 我覺得它的味道 真的有一點點特別 聽說他們的清茶 是他們的名牌 還有他們對於品質的追求 都是很有要求 讓我找一下老闆娘出來 告訴大家 到底他們這個生意的理念 是怎樣 我知道這一間店 就是香港的第一間店 但其實在世界各地 已經有很多間分店 是 我們在全世界現在 現在已經有九十幾間分店 哇 其中在美國 已經有超過七十間分店 現在是中美洲 南美洲 和澳洲 澳洲 歐洲 倫敦 我們已經有兩間店 西班牙 我們 又是我代理 是 我又要去西班牙 去探索 我們開一個T4的分店 原來做珍珠 可以做到這麼 國際上 厲害厲害 我們現在香港 旅行 第一間店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來到這裡 試一試